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日在北京东城区的一间录音棚内 北京大学香港学生江阳正在录制歌曲《紫金MV》 这首歌是他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而作 将于7月1号前发布 江阳介绍《紫金》这首歌的创作动力 源于2019年 彼时的修例风波使香港受创 但参与黑豹的青年只是很小一部分 当时他就有写歌的想法 想让外界看到绝大多数香港青年是充满正能量 爱国爱港的 我就觉得其实那些香港的青年只是一部分 还有很多香港青年是很爱国爱港的 所以我就想那再隔个三年之后的经典 就香港回归25周年 我是不是也要自己创作一首歌曲 首先是县礼 第二个是也要让内地的朋友感受到香港青年对国家人的那份爱 所以我就创作了这首《紫金》这首歌 为写好歌曲 江阳在掌握乐理知识基础上充分了解香港历史 并将所得融入曲中 尽力展现他眼中的香港 我觉得就是对于现在香港的情况来说 大家团别一心 然后重新出发这是最关键最需要的 2000年江阳出生于香港元朗 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在校园里 他结识了来自不同省市和文化背景的朋友 暑假去往湖南山村支教 带小朋友学英文 跆拳道和唱歌 在内地的经历 让江阳开阔了眼界 加深了对国家的认识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 就是收获了一些很真挚 很珍贵的友谊 同时也让自己的眼界更开阔了 就我觉得一二线城市 北京 上海 深圳 也是中国的一面 但是农村 四五线城市 也是中国的一面 我既要看到好的一面 也要看到那些正在变好的那一面 所以我这样子才能够对于国家的了解 更加的深 就我对于国家的那个拼图 就可以越来越完整 在内地生活期间 他用视频记录生活 以普通话 粤语和英文 展现衣食住行 他担任媒体特约记者 带领海外华人探访北京冬奥 他助力香港与内地青少年交流 通过手机直播 同香港小学生一道云游北京胡同 品尝精味小吃 感受京城烟火气 江阳说 内地香港都是我的家 想做好香港和内地青少年交流的桥梁 我希望可以让更多的香港青年人 可以更加了解到内地的情况 甚至以后过来这里上学也很好 过来发展事业也很好 我觉得就是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就是去一个新的地方 发展一下自己 也能更开阔自己的眼界 总是这样就是未知代表着无限的可能 而现在我能做的 而且我感兴趣的 就是做好香港青年和内地青年的那道桥梁 我希望能够通过我做的事情 能够让这个世界有一些正面的改变 人就是要不断站起来再朝前走 江阳认为 这正是接一步区的狮子山精神 江阳说 如今香港与内地联系 愈加紧密 抗议也取得成效 社会正游乱倒置 游至极星 庆幸香港与内地携手同行 同舟共济 期待在未来共同书写好 湘江和国家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